它是法国海军的下一代航母 有着福特号同款的电子弹射 和多国联合研制的第六代舰载机 作为法国未来招牌的它 能否摆脱戴高乐号的老毛病 其搭载的六代舰载机性能又如何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对于当前的法国海军而言 现役的戴高乐号航母 是其麾下唯一的航母 同时此航母也是世界上唯一在意的 中型核动力航母 而且也是眼下欧洲地区 唯一在意的核动力航母 虽然在戴高乐号航母装备法国海军前 法国海军对它充满了各种期待 也搭载有阵风M这样先进的 四代半固定翼舰载机 但这艘满载排水量为 43182吨的核动力中型航母 由于在装备法国海军期间 暴露出诸如动力不足 和螺旋桨掉落等弊端和问题 加上其装备数量也仅为一艘 使得它的作战能力变得十分有限 因此法国海军只能将 大体量航母的希望寄托于未来 而法国目前正在建造的 新一代核动力航母PANG 便是基于此背景下诞生的产物 就在2022年4月 法国海军发布了宣传视频 向外界展示了其正在研发 下一代核动力航母的效果图 PANG的满载排水量为7.5万吨 长度300米 这个体量也会让它成为 法国海军史上海水量最大的一艘军舰 飞行甲板宽度更是达到了80米 比福特级还要宽上2米 这代表着它将是世界上最宽的军舰 不过这个长度对法国海军来说 却是一项重大突破 过去的法国航母 全部都在海军造舰局所属的 布雷斯特海军造船厂建造 它的船屋长度是只有280米 很明显 PANG并不适合在这里 因此法国决定将新航母 在圣泽纳尔的大西洋造船厂建造 实践于1861年的大西洋船厂 是世界上少数几家 能够建造300米以上巨轮的造船厂之一 其排名世界第三的干船屋长达900米 曾建造过362米长 排水量12万吨的海洋交响曲号 超大型豪华游轮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后三艘 也在这里建造 当然更大的体量带来更好的航海性能 以及更广阔的升级空间 今后法国力改善 完全可以配备更多的舰载机 或者激光武器 定向能武器等新式作战系统 这是戴高乐号 这类潜力用尽的中型航母 无法提供的优势 至于在舰载机方面 法国官方表示将搭载 30架NGF隐身舰载战斗机 2到3架E2D先进预警机 和若干隐身舰载无人机 实现作战飞机全力隐身化 其中这个NGF战机 是法国下一代的隐身战机 它的主承包商是打锁公司 空客负责半飞的舰载无人机 和支持整个体系的作战云系统 赛峰集团将作为全新设计的先进发动机主承包商 负责发动机的设计和整合 MTU航空发动机公司则负责发动机维修服务 参与项目的还有MBDA 泰勒斯集团西班牙的Indra系统公司 几乎汇集了欧盟全部的顶尖航空 航发航电和武器制造商 NGF虽然被法国媒体们称为六代机 但如果我们从模型外观上看的话 你看这DSI进气道 这尖锐的潜略进口道唇口 还有这类似YF-23的大青角锤尾 这还不是标准的五代机的设计吗 按照海军的计划 NGF战机将从2020年2月开始 开展为期18个月的初始研究开发 它的验证机将于2025年首飞 2040年左右服役 由于NGF的尺寸大大超过了阵风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30吨 因此PANG最多只能计划携带30架舰载机 虽然NGF属于大气晚成的五代机 但是后发也有后发的好处 等到PANG和NGF服役的时候 大概已经到本世纪30年代末期了 届时NGF在航电隐身性能等方面 都要比F35B领先半代 这对于一心想做欧洲老大哥的法国而言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至于这款标准的六代机 能否准时和大家见面 大兵觉得还是有点悬了 因为就在前几个月 法国和德国在NGF这个项目上闹翻了 其原因是因为双方对于NGF战斗机的 设计理念分歧实在是太大 法国想要个舰载版的 而德国却想要空优 双方需求的不同最终也使得该计划进入了僵局 而这也是大兵对该机的准时见面 不抱期望的原因 扯得有点远了 咱们接着说航母 在航母构造方面 PANG的甲板布局和戴高乐号相反 而和福特级类似 它的舰岛非常靠后 体积也相当小 这能让出右闲前部 形成一大块完整的舰载机整备区域 相关人员弹药和设备可以在这区域集中保障 充分发挥出大舰体的优势 提高甲板作业效率 不过由于出于成本和出动率的考虑 该航母只在右闲中部布置了两台升降机 比福特级少了一部右旋后侧的升降机 而电磁弹射装置呢 法国决定采用三部 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的电磁弹射器 而该项目美国国务院也已经批准了 据了解PANG的电磁弹射器和福特级型号相同 法军的固定翼飞机可以通过两部电磁弹射装置 从甲板上起飞 新航母在作战状态下 每天可以支持至少28架战斗机 执行高强度作战任务 其中24架执行攻击任务 4架执行空中警戒巡逻任务 PANG的飞行甲板以下的船型设计 就显得相当前卫了 它采用了航母中绝无仅有的穿浪手设计 舰手水线部分略带后倾 将手柱和球笔手融合为一体 球笔不突出于手柱外 而是缩在舰手两侧 宽阔的舰尾增设了一个 大型游艇上常见的倾斜突出布 长度近20米 配备三轴三桨两度 而这一前一后的反常规设计 延长了水线长度 在不影响甲板布局的前提下 通过加大长宽比 减少阻抗提高航速 同时还增强了隐身性和稳定性 创意十足 从它的外观呢 咱们也能看出 该航母十分注重隐身性能 舰导采用了一体化的隐身设计 其中还安装了四部相控阵雷达 在顶部和下一代的FDI 多功能护卫舰类似的 圆锥形集成桅杆 综合射频系统的集成度 还是要超过伏特级 而且它的整个飞行甲板 前部的边缘是做了切角处理 圆滑过度 以降低雷达的反射面积 另外还有消息称 法国的新一代航母 将会采用高级阵列雷达 C-FIRE 这款雷达采用四面阵固定阵列模式 可以通过3D监测 地面和水平监测实现对空中和水面 潜在敌对目标的监测预警 该雷达对空搜索距离达500公里 可以进行360度无死角搜索 而且它还能同时追踪800个海空目标 而在中进程防空导弹方面呢 它还会继续采用戴高乐号上的 弦测垂直发射系统 甚至连禁防炮都做了隐身化处理 因此也有法国军事专家认为 它的隐身性能很可能是世界航母中最强的 总体来说呢 法国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 该目标若是能在2038年之前实现 将使得法国拥有非常强悍的航母打击力量 不过呢 在该航母前卫的外表下 你会发现 这也是法国的一种无奈之举 其根本原因还是老毛病 动力不足 据了解呢 PANG的动力系统将采用两座K22型反应堆 它是K15的改进型 输出功率从K15的150兆瓦提升到了220兆瓦 驱动经过线型优化的7.5万吨 舰体最高航速也只能达到27节 略高于女王级的25节 那么法国为什么有执着于核动力航母 常规动力真的是让法国人难以接受吗 对于新建造航母继续采用核动力的原因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表示 即使性能不足 法国政府也要坚持 其采用核动力的根本原因呢 是为了维持法国的核工业体系和关键技术 目前法国海军正在运行的反应堆只有12座 随着技术进步 反应堆换料周期逐渐延长 今后法国核工业的工作量将更加萎缩 导致技术产能和人才逐渐流失 这也会进一步增大军用核动力推进系统服役中的运作风险 最终危害到法国唯一的战略核威慑力量 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作战效能 这是事关国本的战略性问题 因此不惜代价也必须坚持 不过即便依然是动力不足 该反应堆相较于上一任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它的堆心寿命从原本的7年增加到了10年 换料工期从5个月缩短到了3个月 大大提高了载航率 虽然这个指标相较于美国而言仍然显得很短暂 但是我相信随着未来的发展 法国也能真正用上舰体同寿的反应堆 不过法军的下一代航母研发也并非一帆风顺 法国海军认为 法国具备设计和建造核动力航母 及西北风级大型两栖攻击舰的能力和经验 以此为基础研发 设计和建造下一代核动力航母 那是水到渠成 然而法国军事专家认为 下一代核动力航母计划过于庞大 实现起来存在一定难度 其中一方面是法国难以提供充足的资金 自从欧洲债务危机后 法国经济就开始持续低迷 据相关人士预测 法国下一代核动力航母的建造成本 超过了50亿欧元 法国政府能否如期提供这笔资金 从目前的财政情况来说相当困难 而在技术方面 法国也难以克服技术短板 此前的戴高乐号航母 就是因为采用了核潜艇反应堆 导致功率不够 动力不足 后期维护复杂等问题 下一代核动力航母研制成功与否 取决于法国能否在更大功率的 核反应堆技术上取得突破 按照法国海军的规划 海军集团将对该航母进行 为期两年的方案论证和初步设计研究 随后进入详细设计阶段 到2025年下半年才会正式签署建造合同 然后开工 预计到2036年进行海事 2038年接替退役的戴高乐号 成为法国海军旗舰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 PANG不像是PAR那样用于补充戴高乐号 组成双航母 而是作为它的替代者 但也意味着至少21世纪中叶 法国都只会拥有一艘核航母 PANG包含了研发和建造的成本估计在40亿到60亿欧元之间 相较于福特号内130亿美元的造价 PANG的消费比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当然最终的费用还要看法国方面的项目管理和成本控制能力 以免重蹈戴高乐号计划投资120亿法郎 实际耗资800亿法郎的负责 法国议会国防委员会议员拉尔索纳认为 下一代核动力航母服役后 将提升法国海军的海上长时间部署能力 对陆攻击能力以及蓝水海域控制能力 在国际上 维持一艘核航母将巩固法国在欧盟的政治军事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对周边的意大利 西班牙和德国保持压倒性军事优势 对国内可以维持本国核 造船 航空等众多军工产业的健康发展 创造就业机会 保住世界核俱乐部的会员资格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于法兰西这款下一代航母和舰载机 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